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说道啊,这准盖尔韩国 辉特布泰基阿姆萨纳,他准备投青了 他心中啊,就有一个打算 让这大清国帮着发兵出响 然后这一口气啊,平定着墨西蒙古 除掉现任大韩达瓦奇 他好取而代之 可是他心里也打鼓 他打什么鼓 要说这达瓦奇啊,是杀了这个喇嘛 达尔扎通过叛乱才取得了这准盖尔布的含位 那么实际上呢,这件事啊 是这个阿姆萨纳和这达瓦奇 两个人一块儿干的 并且呀,这大韩朗的达尔扎呀 是这个阿姆萨纳一箭给射死的 说实在,两个人算起来呀,都是叛贼 并且呀,无论是掰手指头算呢 还是掰脚指头算呢 这阿姆萨纳好像啊 在这场叛乱当中,罪过他更大一点 而且呀,在除掉这个喇嘛达尔扎 这个大韩的叛乱当中啊 他们两个人啊,还得到了这个沙皇俄国的援助 说好了呀,这是找了个外援 要是说不好啊,这可算是叛国 也不知道这伯格达韩乾隆大皇帝 能不能对自己的这些过错呀,既往不咎 即便这些呀,都好混过去 怕只怕呀,这乾隆皇帝呀 到了北京之后,接见了你 封了你一个虚弦之后啊 就不染你这茬了 或者呀,就把你扣留在京城 再或者呢,就把你发到这个漠南蒙古 或者是漠北蒙古 随便给你一块草场 就让你在那儿啊,自生自虐的了事 这样啊,他也不是这阿姆尔萨纳 他所期待的结果 那他想要的结果最好是什么样呢 乾隆皇帝出兵 替他呀,平定了这准个二韩国 封他为整个墨西蒙古的大韩 向大清称臣 在清朝这边啊,装孙子 然后还得从沙俄那边得到好处 时间一长啊 等到自己这墨西蒙古 新准个二韩国壮大以后 你什么大清帝国 什么沙俄帝国呀 都不用放在眼里 到时候啊,我再做个改革 把我所辖地区的牧民啊 从这个游牧改为住牧 到时候啊,有城有池 有仇场有牲畜 等到这个国父民强之后啊 什么大韩不大韩呢 我也弄个皇上干干 到时候什么准嘎尔韩国呀 我这儿啊,就是准嘎尔帝国了 哎,想到这儿啊 这阿姆尔萨纳呀 自个儿都乐了 哎,这想太远了 还是啊,先把眼前的事解决了不 先得进京啊,见乾隆了 这乾隆皇帝的圣旨上写得清楚 让那个乌里亚苏台将军策棱 亲自派兵护送这个灰特布的胎记 阿姆尔萨纳进京朝圣 这圣旨一宣读啊 大伙就都明白了 什么叫做派兵护送啊 实际上啊 就是派兵看着你进京 你带来这个一千多户啊 还有一万多铁记 只能暂时啊 留在这个乌里亚苏台 绝不能让你啊 带兵进京 还别说带兵进京了 长城也不能让你过呀 还别说过长城了 就是末南蒙古也不让你来 你的兵啊 只能在末北 在这个乌里亚苏台附近住着 让这个乌里亚苏台将军的士兵啊 看着你 还是这句话啊 这乾隆皇帝虽然有一道圣旨 让这个阿姆尔萨纳进京面圣 这阿姆尔萨纳呀 在路上心里还是不消停 正在他忐忑之际啊 进京的队伍 还没走到大漠 没到这隔壁的边上 这皇上的圣旨啊 又来了 哎 这道圣旨下的呀 多少让这个阿姆尔萨纳心里啊 吃了一颗小小的定心丸 哎 这圣旨上别的没说 专门体现出啊 天朝的大皇帝伯格达汗呢 对来归降的灰特布泰基 阿姆尔萨纳的关心关怀来了 这圣旨上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这圣旨上啊 写得很清楚 让这个阿姆尔萨纳呀 不要来北京面圣了 直接呀 就去承德 在承德的外八庙啊 先住下 等着乾隆皇帝从北京来 再承德召见你 这阿姆尔萨纳最初啊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通过随行的满汉官员 给他一解释啊 他算看出乾隆的好来了 乾隆皇帝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中原腹地的北京城啊 很可能啊 有天花并君 你这阿姆尔萨纳呀 来自墨西 生蒙古一个 也没得过天花 一旦贸然的进了京师 京师啊 那可是满汉杂居之地 万一传染上了天花啊 那你不就尿息了吗 这满汉官员呢 给这个阿姆尔萨纳一解释 他就明白了 这其实啊 是乾隆皇帝对他的关怀关心 这么一来 这阿姆尔萨纳心里啊 安事多了 既然这乾隆皇帝如此关心自己 那么就证明这伯格达汉呢 他不想把自己弄死 也并不想把自己啊 扣留在北京 所以这一干人等 达玛就奔了成德 就住在了成德外的寺庙当中 咱们这儿啊 得插一句 我知道这会儿 这外八庙啊 还没都建成 不过您说 让我怎么称呼这地儿 我让这个阿姆尔萨纳 他住哪儿啊 实际上他住哪儿 我哪知道去 其实啊 那肯定就是现在成德以外的 某个藏传寺庙 或者呢 干脆就在避暑山帮以北啊 找块空草场 安营扎了帐篷 也就了事 因为对这个北方游牧民族而言 这个包啊 就是家 家就是包 他们住帐篷啊 稀松平常 就是自己的生活习俗 哎 话说呀 这公元的1754年12月25日 按照这个乾清旧制啊 那就是清乾隆十九年的农历 11月12日 这43岁的乾隆皇帝 哎 带领着自己的一干文武大臣 从京师出发 一口气 只用了三天的时间 就赶到了热和行宫 哎 避暑山庄 哎 那按说得走几天啊 按说呀 这大清国有制度 皇上啊 每次啊 起驾到避暑山庄啊 应该走六天 也就是走六战 哎 这是第一次大清国的皇帝 违背组制 从这个京师啊 到避暑山庄 只走了三天 咱们这儿插一句这个题外话 那是走三天好 还是走六天好呢 后来呀 这乾隆皇帝的儿子 嘉庆皇帝 也效仿过他一口气 从这个京师到避暑山庄 用了三天的时间 快马 急迟到了热和 刚到热和呀 就泛恼雨雪 死了 所以说呀 还是走六天的好 这是闲话 咱们一笔带过 咱们继续说这乾隆皇帝 那乾隆皇帝这么着急 他要去干嘛呀 他这急急忙忙 跑到承德呀 就是为了召见 刚刚来头的 墨西蒙古 灰特布的太记 阿姆尔萨纳 乾隆十九年的 十一月十五 这乾隆皇帝 并没在 避暑山庄当中 接见阿姆尔萨纳 为什么呢 他觉得 在山庄当中 全是宫殿 在这宫殿里呀 接待蒙古王宫啊 好像不太尊重 人家的民族习惯 于是就在这个山庄外的清军八旗大营当中 扎下了牛皮大杖 就算是设置了一座临时的行宫 这样呢 来接见这个阿姆尔萨纳 这阿姆尔萨纳呀 广是听见这些消息之后啊 就已经是感激体灵了 这好消息呀 是一个接着一个 见到乾隆皇帝的时候 与这乾隆皇帝 行完了跪拜礼 君臣二人呢 还没寒暄几句 哎 这乾隆皇帝就降旨啊 册封阿姆尔萨纳为亲王 上堂啊 就换了衣服 这蒙古太极 就这么一下子 成了大清国的亲王 哎 身上啊 穿上了四团龙五爪的蟒服 头上啊 红宝石的顶子 这君臣二人一寒暄呢 这阿姆尔萨纳就更惊奇了 好家伙 这乾隆大皇帝嘴里说出来的 既不是蛮语 也不是汉语 是蒙古话 这么一来啊 就让这个阿姆尔萨纳 更加感到亲切 众人落座以后啊 这宴会开尺 这乾隆皇帝呢 就用蒙古话 问这个阿姆尔萨纳 说爱卿 听说你啊 是草原上一名骁勇的干将 这骑射呀 肯定是这个草原上最一流的 殊不知啊 我大清国也是马上得的天下 祖宗有殉 这八旗子弟啊 必须是刀马 弓箭都得娴熟 朕呢 也是个爱马之人 你看呢 朕有一匹宝马就在帐外 你去帮我看看 这匹马怎么样 阿姆尔萨纳 出了大仗 一看呢 火 枣红大丸马 可现在话说 这就是汗血宝马呀 那甭管是在什么年代 世界各地而言 那也是一流的马种 阿姆尔萨纳不敢怠慢 连忙回叨这乾隆皇帝 说呀 这简直的就是豪马 这是大碗马呀 汗血宝马 那真是啊 千金亦得这一马难求 乾隆皇帝说呀 送你 正所谓是宝马良居 送英雄嘛 这么好的马呀 只要爱卿你 配得上齐他 阿姆尔萨纳 更是受宠若惊 这草原民族当中啊 互赠战马 那是最高的礼仪 说着话 这宴席可就开始了 这会儿啊 就站起一杯大臣来 手持酒壶 给这阿姆尔萨纳 满满的 斟了一杯酒 并且啊 两个人也寒暄了几句 可是啊 这阿姆尔萨纳不认识啊 这是谁这么客气 这酒宴刚一开始 就直呼敬酒啊 这旁边的通义是干嘛呢 赶紧就告诉他了 说这呀 是大清国的宝和殿大学 是一等中永宫 大清国的中堂 富衡 这阿姆尔萨纳 更是受宠若惊了 这大清国的宰相 竟然给自己倒了杯酒 哎 关键的是啊 自个儿还不认识人家 也没多客气客气 这就怎么话说的 酒宴一吃啊 就到了下午的位时 已然两点多钟了 这乾隆皇帝传旨啊 说大家先回帐休息吧 在晚上啊 还要接着饮宴 到了晚上啊 可就不是在这了 回到了避暑 山庄的万树园 在这万树园当中啊 乾隆皇帝又给阿姆尔萨纳 准备了大型的宴火晚会 在草原上成长起来的 阿姆尔萨纳呀 虽然是贵族 不过他哪见过这个去 他简直的就被这个 中原上邦的繁华奢靡给征服了 他觉得自个儿投大清来啊 算是投对了 这已然是农历的十一月份了 并且呀十一月中旬了 这塞外的气候呢 可以说是嘎嘎的冷 天气虽然严寒 阿姆尔萨纳呀 却是一点也感觉不到 回到自己的寝障当中啊 摘下帽子 头上竟然呼呼的冒热气 原来呀 不知不觉的出了一身的透汗 他与这个随行的几个部众说 这乾隆皇帝真乃天人也 那么说啊 这乾隆皇帝不知道 这阿姆尔萨纳在草原上的人性 就真的这么喜欢他吗 哎 当然不是了 因为呀 这乾隆皇帝心里呀 正准备下一盘大棋 这乾隆皇帝呀 还给他的记策起了个名字 叫以厄鲁特制厄鲁特 与之后事如何呀 咱们明天接着聊 好 好 好